14号参数强台路径不断变化 不仅朝台湾快速逼近而且北台 依照目前的路径来看 可能会从花莲登陆 星期天开始影响我们 星期六日两天是距离我们最接近的时候 台风中心有70%的机会可能到达的区域 其实花东地区 恒春半岛 南部甚至中部 还有澎湖金门甚至马祖地区都很留意 台风路径大转弯 美国预测参数将在东南部登陆 贯穿后在台湾海峡北转 我国气象局则是直扑花莲 切过中央山脉后往北移 日本气象厅则预估台风会从 东边海域扫过 台湾东北部影响最剧烈 参数台风来势汹汹逐步逼近台湾 中心最大风速来到每秒53公尺 可能会是今年的风亡 气象专家彭启明也在脸书警告 参数台风7级暴风半径会再增大 气象局部排除深夜到周五清晨发布海景 至于会不会发布路景 还要观察 参数台风带来的风雨程度将会是 今年最强 12号周日一整天台风就在台湾上空 各地天气都相当不稳定 可能有震雨或雷雨 以及局部性好雨发生 记者台北综合报导 好 好 我们都看不出一切 感谢观看